韩国生育率跌破1% AI换脸犯罪让男女对立问题再度计划 中国也要小心生育率的问题了 大家好 我是马超 本期节目的话题我们来说一说生育率的话题 最近在韩国在线N号房的丑闻 有人就利用AI换脸来制作色情图片和视频 并且通过社交媒体平台来传播 这个行为被大量曝光之后 韩国社会陷入了恐慌 韩国警方发现了大量与学校、医院、军队 有关的涉案社交媒体群组 参与的用户达到了22万人 经过初步的调查 受害者80%为女性 犯罪活动已经在初高中生等未成年人 大学生、教师和士兵等群体中蔓延 在这个过程里面 加害者还毫无犹豫的公布受害女性的身份 威胁受害人并索要钱财 那么这件事情也很快的惊动了韩国的总统敏徐 他就下令警方展开彻底的调查 以根除此类AI犯罪 但是因为这件事情影响过大 特别是受害者的情绪已经开始失控了 认为自己生活在一个没有国家的状态中 也不知道韩国要怎么度过这次的难关了 那么要知道一直以来 韩国的男女对立问题都十分的严重 属于谁也看不上谁 60年代韩国经济的腾飞 让韩国的女性自我意识开始觉醒 越来越多传统的女性开始参与社会劳动 那么随着经济基础的提升 韩国女性的地位也得到了很大的提升 但是韩国式的家庭观念 仍然牢牢禁锢着韩国女性 这让她们的心里出现了一个巨大的落差 韩国女性开始厌恶韩国的男性 认为她们粗鲁不做家务 还喜欢大吼大叫 和韩国电力营里面的这些男明星 完全就是两个概念 而从男性的角度来看 随着经济的腾飞 女性在获得经济地位之后 开始陷入消费主义的陷阱 物欲合流的时代 导致了大量物质女的诞生 那这也导致韩国男性出现了厌女的情绪 她们业务女性利用自己性别上的优势 处处寻求特权 韩国传统男尊女卑的思想 虽然在现代社会里面已经有所削弱 但是在社会文化和教育等等方面 仍然有体现 比如在职场里面 男性更容易获得晋升 在家庭中 女性承担更多家务和育儿的责任 教育体系里面 对性别平等等观念 培养不足等等因素 这也导致了男女对立的问题更加的严重 相比之下 我觉得中国实际上也面临着一些类似的挑战 虽然中国在敦促性别平等等方面 已经是取得了巨大的进步 但是在某些领域 仍然存在性别刻板的印象和不平等的现象 那么近年来 中国的生育率也是在逐渐的下降 尽管目前还略高于韩国 我们知道韩国是倒数第一 我们是倒数第二 但是也应该引起足够的重视 中国与韩国有着相似的文化背景和历史 韩国所面临的问题在一定程度上 也是为我们中国敲响了警钟 2021年 韩国首次进入人口负增长 成为全球唯一一个生育率不到一的国家 那么到了2023年 平均每对韩国夫妻只剩0.72个孩子 开学期 当时韩国甚至有157所学校 新生的数量为0 韩国政府其实很早就已经发出了警告 如果不扭转低生育老龄化的趋势 韩国的人口最终可能会灭绝 那么尽管韩国政府也出台了一些生育政策 但是效果都不太好 现在有碰到这样的事情 那可谓是雪上加霜 因为韩国男女的对立问题 会因为这次的事件再次的计划 不得不说韩国的事情也给我们敲了一个警钟 创造AI的本意它是造福人类 但是我们也要警惕某些人利用它来犯罪 同时我们也应该从韩国的经验中吸取教训 积极地采取措施 缓和性别对立的情绪 来促进社会的和谐发展 好了本期节目的话题我们就说到这里 关于男女对立的问题 大家有什么样的看法呢 欢迎在片段区留言讨论 别忘了点赞转发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by bwd6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